说到娱乐圈最受大家关注的实力男团,很多网友都会提到R1SE的名字,这个组合近段时间也是备受网友关注,成员接二连三传出不好的消息,这让不少网友一度觉得R1SE面临解赛,好在其他成员比较努力,这才让组合有了喘息的机会。 众所周知,R1SE组合一直为新专辑在座签手会,一般情况下都是全员现身,一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和粉丝见面,另一方面也说这个组合有团魂,只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,任豪和周震南未能到场,网友们也可以理解,让网友觉得很可惜的是,迪肖文因为时间缘故未能赶过来,赵磊那边不太情愿,赵让这边可是非常享受,直接戴着可爱的帽子,脸上有发自内心的微笑。 不得不说,隔着屏幕都能感受他的开心,而粉丝互动起来都格外的热情,从签手会八位小哥哥的状态来看,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很多,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各位小哥哥的心情,也希望没有到来的小哥哥能尽快处理好手里面的事情,在外面拼命营业的小哥哥保持这样的好状态,为组合成为第一男团,继续努力。